HELLO 大家好 今天會和大家講下內地的娛樂新聞 內地男星鄧倫一簽被全上海市的稅務高 證實涉及欠下超過6100萬人民幣 隨後他發文不道歉 但工作室微博以及九音等等的網上平台 已經被全面封鎖 有粉絲認為事件不尋上 質疑是經理人搞事 現在是29歲的鄧倫一簽被全涉及逃稅 事件獲得官方證實 指他在2019年至2020年間 是偷逃個人所得稅 4765萬人民幣 其他就少交了個人所得稅 1399萬人民幣 調查過程當中 鄧倫積極配合 主動補交一些缴款 4455萬人民幣 合共追逃了1.06億人民幣 通告更加指鄧倫獲得多次提醒 多次的督促但依然都沒有交到稅 鄧倫逃稅的消息爆出之後 多個由鄧倫擔任代言人的廣告商 都紛紛或清界線 而且與鄧倫解除合約的關係 鄧倫本人亦公開發問道歉 可惜都不獲內地的網民接受 她工作室的社交平台網站一夜之間消失了 鄧倫近年演出多套內地劇 擔正做男主角 又參加了不少綜藝節目 已經榮升做一線的小新 但被包淘水後 她主演的劇集全都關掉她的名字 她的作品也暫時下架 不少內地網民相信鄧倫已經被列入封殺的名單 但有鄧倫的粉絲提出她可能是因為經理人報稅 失當才會出市 有指鄧倫既然是補交了四千多萬的稅款 沒理由應該不交那三百萬的人民幣 粉絲表示雖然逃稅是不對 但鄧倫也不至於被全面封殺 微博有網友爆出她出事前的工作狀況 指鄧倫當時其實已經是心不在焰 未知是否在苦惱稅務處理的問題 雖然鄧倫過往的影視作品被取名 代言產品也宣布終止合約 她亦得需要面對巨額的賠償 但她和藝妮主演未播出的內地劇《夜女人》 亦獲得安排在影視平台愛奇藝的國際版中 重點推介的劇之一 仍然有貌翻身 其實內地近年逃稅的藝人都不少 大多都是女性 而逃稅事件爆出之後 他們的星途也會大受影響 而比起之前逃稅的藝人 鄧倫所涉及的金額其實相對比較好笑 例如范冰冰在2018年事業如日中天之際 被爆逃稅事件以及陰陽合約 當時她消失了近三個月 其後被追討8.8億元人民幣 簡直震驚了中港台三地 而范冰冰當時在微博貼出六百多字的致歉信 之後她的事業可以說是一落千丈 本來影視資源很多的她的作品都大大減少 已經拍攝了的作品已經被人說錯 她出事之前的電影 著織耳更被AI活面 連未婚夫李神也宣布跟她分手 不過她的微博未被禁 范冰冰仍有持續更新她的近況 如有六千三百萬的粉絲繼續追蹤她 另外就是鄭爽 同樣受著陰陽合約傳聞影響的 還有另一位女星鄭爽 在2021年1月的時候 她被前夫張行爆料或代人逃稅 事後上海市稅務局也證實逃稅的傳聞屬實 並向她追討2.9億元人民幣 鄭爽的微博是即時被禁演 她主演未播的電視劇或已經播的電視劇 已經在內地的廣電局的全部下架 不能播放 而電視台機構、網絡電視等都不容許 再邀請鄭爽參與節目 是被全面封殺 鄭爽在內地的娛樂圈被消失 而她在IG上繼續發言 但她被禁嚴之前發文透露 疫情下她在美國每天都喝自來水為身 又清華只有五件衣服、兩條褲 只可以買紙巾、M巾都限制用 沒有工作、沒有收入她 只是靠朋友接制 不過她很快就刪掉貼文 而鄭爽的最新消息 就在2021年 最近她的IG都未有更新 另外就是直播一姐 美亞逃稅6億 可以說是復出無期 除了上面兩位女星之外 內地直播一姐 美亞 她在2021年12月被爆逃稅6億人民幣 雖然她不算是藝人 但她在直播界都算是一姐 很多一線的明星都有上過她的直播間去參與大火 逃稅的消息被爆之後 美亞亦有出公開信道歉 但她的微博和抖音帳號全部都被封鎖 連淘寶的直播間都消失買 直至現時她都沒有直播過 而美亞曾經是佣金收益超過20億港幣的直播員 但現時的直播收入來源已經停止了 我想都是復出無期 近年來內地是嚴打藝人逃稅 因為鄧倫這件事出現了 有大量的代言工作流失 亦要賠償巨大的金額 代價非常沉重 較早前的范冰冰 都是因為逃稅的問題 令到自己的星徒奉上 所以內地藝人一聽到稅子就掉頭走 近日內地多位的紅星包括黃曉明 張子儀 胡可 李彥等等 都紛紛注釋了他們的工作室 其中有不少的紅星都選擇在內地捷兒那裏 註冊工作室 因為內地捷兒有新的政策 有稅務優惠 成為了一種避稅天堂 內地的眾星紛紛注冊了工作室 相信與內地嚴打逃稅有關 大家都避免參與其中 當然有些內地藝人都會留有一手 例如張子儀和她父親成立的新公司 就再次出發 有熟悉內地稅務的人士表示 內地出手暫時都未算嚴苛 有待他們自己檢討後再作嚴打 相信那些已經證實是有逃稅的藝人 他們的星徒似乎是遙遙無期 這條片的分享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可以給個like我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channel也可以按訂閱和按鈴鈴 就不會錯過精彩片段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